狮子座的心里住了一个不一样的孩子 其他星座的心里孩子需要保护 狮子座的小孩却总想保护别人 要成为孩子里的扛把子 无知的天真也有无畏的自信 总是如此 一个想照顾所有人的狮子 却忘了自己最需要被照顾 小时候狮子盼望长大 做自己的空中飞人 向往展翅飞翔的鸟 不被约束 长大后故事多了 身上的责任感也变重了 一个人要给所有人安全感的狮子 却忘了自己最没有安全感 孩子玩得太认真 摔倒了爬起来也不哭 孩子保护得太认真 狮子就忘了自己心里的套 世间有两种人 一种是努力给你依靠的人 一种是想要依靠你的人 试问谁又愿意披上厚厚的铠甲 忍着沉重与疼痛 做个守护者 保你天真可爱的一面 不被现实抽打呢 何况狮子也有自己的苦衷啊 是啊 不是所有人都会懂你的 狮子 一直撞南墙撞到头破血流 会是坚强的表现吗 长大了 很多事情你要懂得去迎合 自尊心固然重要 但该放还是要放的 即使有一天你成为笑料不断的梗往 在我看来 依然像个孩子那样在学大人的腔调 希望都让开心而已 你总是太在乎亲人朋友的感受 比在乎自己的感受还多 于是心里那个小小的孩子 也有着满满的纠结 有时候乖得像只猫咪 有时候又任性的不可一世 有时候感觉特别过度 伤感到爆 有时候又觉得自己万分闪耀 是狮子 也是孩子 这一路上 你还会历经很多挫折狮子 有准备看你笑话的很多双眼睛盯着你 也有不择手段的对手 安地里终伤你 你一定要扛到最后 狮子的你 自由便无所畏惧 爱恨分明 不开心就哭到爽为止 也希望被人懂 被人愁 只是狮子 给自己心里的孩子施了咒啊 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小大人 不准不傲娇 不准轻易放下自尊 所以很多时候 狮子只是逼着自己不要 不是真的不想要 他们享受做一个强者的味道 永远是那个搬不倒的不倒望 只有在最亲近的人面前 狮子才愿意把自己的强势态度收起来 做回那只也希望被照顾 被疼爱的小刺猬吧 往后 狮子的你不必再在乎每一天的对与错 得与失 依然要做个那个真实的人 把生命活成孩子棋 也很荣耀的一辈子 而你 永远不要嫌弃一个狮子的幼稚 逞强太久的他们 只因爱和相信 才会把心里的那个小孩 放出来让你看见 狮子这一生 为你披荆斩棘 为你孩子棋 请珍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